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令人垂涎的话题 咖啡 无论你是一个咖啡爱好者 还是只是想了解咖啡的制作过程 这个影片将带你走过咖啡豆的全程旅程 我们将从咖啡的育苗 栽种休枝一路谈到咖啡豆的采收后置处理 最后到咖啡豆的脱壳 筛选和生豆酷处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咖啡的育苗和栽种 要种出高品质的咖啡豆 首先需要选择适当的种子 通常,咖啡农夫会从成熟的咖啡樱桃中选择种子 这些种子被种在温暖,阳光充足的地方 然后等待它们发芽 一旦幼苗长大,它们就会被移植到咖啡园中 准备好展开它们的生长旅程 休枝是咖啡栽种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是确保咖啡树能够保持健康 并产出最佳品质咖啡豆的关键 休枝有助于控制树冠的大小 让阳光更容易进入树冠的底部 促进咖啡豆的成熟 此外,定期休枝还可以帮助管理并虫害的风险 现在,让我们转向咖啡豆的采收机制 当咖啡樱桃变成鲜红色时 表明咖啡豆已经成熟 这是采收的时候了 采收可以通过手工或机器进行 手工采收通常用于高品质的咖啡 因为农工们可以仔细挑选成熟的樱桃 机器采收则更快速 但可能不如手工采收精确 一旦咖啡豆被采收 它们就需要经过后置处理 这包括将咖啡豆的果肉和外壳剥离 然后进行发酵和前噪 这个过程可以持续数天 取决于咖啡的种类和气候条件 咖啡豆的脱壳和筛选是下一个重要步骤 在脱壳过程中 咖啡豆的外壳被去除 揭示出绿色的生豆 然后,豆子会被分类和筛选 以分离出不同品质和大小的豆子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咖啡豆的生豆库处 生豆通常会在前噪后存放在仓库中 以确保它们保持新鲜 在这个过程中 咖啡豆会逐渐发展出它们的风味特性 这就是为什么储存非常重要的原因 总结一下 从咖啡的育苗、栽种、修枝 到咖啡豆的采收、后置处理 再到脱壳、筛选和生豆库处 这些步骤都是制作一杯美味咖啡的重要环节 希望这个影片能让你更了解背后的心情 也请告诉我们 我们会尽力为你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内容 再次感谢你们的观看和支持 别忘了按下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的精彩内容 我们下次见